中共当局对于非洲国家的外援正在逐年增长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交易伙伴 不过中国人却越来越受到当地非洲人的排挤 中国员工在非洲遭遇袭击 抢劫甚至是杀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甚至就连长期在非洲工作的华工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中共对于非洲的政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分析报道 据美国研究机构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 从2000年到2011年 中共当局对51个非洲国家援助了1673个专案 总额约750亿美元 西方媒体把中共这种对非洲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慷慨援助 说成是新殖民主义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表示 中共无条件地援助非洲很多国家 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在联合国的选票 不过中共的慷慨并没有换来非洲人的好感 一些非洲人甚至非常痛恨中国人 导致中国员工在非洲遭遇袭击 抢劫甚至杀害的事件不断发生 今年12月12日 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马达加斯加 穆伦达瓦糖厂爆发骚乱 造成至少6人死亡 这个糖厂的20多名中国管理人员已经离开 他们在当地的住宅也被抢劫一空 法新社报道引述糖厂员工代表的话说 国家必须寻找别的合作者 如果换了管理者 我们愿意立即恢复工作 只要不是中国人 谁都可以 其实 非洲针对中国人的暴力事件已经发生多次了 今年2月 中国企业点线科技公司的7名员工 在上比亚遭遇歹徒袭击 一人死亡 去年6月 4名上海员工在巴布亚 牛几内亚遭到杀害 一人被砍头 三人被肢解 今年6月 肯亚警方以涉嫌金融诈骗为由 抓捕了77名中国人 一位常年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在网上说 我从未感觉到国家强大 黑人只敢对中国人这样 只敢抢中国人 他们知道中国人被抢被杀 没有人来管 可杀死一个美国人麻烦就大了 我们很多人在那里做生意 对外都说是日本和韩国人 显然 这对在非洲工作的百万中国人来说不是好消息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 河岸泉表示 中共在非洲的投资 有的可能存在不干净交易 中共关心的是能得到多少资源 或者是获得国际上的地位和好名声 而对于非洲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环境 则不去考虑 华坡认为 中共被非洲的援助项目过于追求经济利益 不仅没有负起大国的政治责任 甚至还买通了当权者 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矿藏 不惜破坏资源环境 这种类似殖民者的做法 导致中国人遭到当地人的反弹并不奇怪 现在已经有迹象显示 中国对非洲资源的需求 对环境的破坏 有些是致命的 拯救大象和阿斯皮纳基金会发布联合报告说 2010至2012年 超过10万头大象遭猎杀 但大象的未来掌握在中国人手中 拯救大象创始人道格拉斯·哈尔密顿表示 如果中国领导层不终结对象牙的需求 非洲野生大象将消失在下一代人的视野中 环境调查机构此前也指出 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3月 出访坦桑尼亚时 中共代表团成员购买大量象牙 甚至用外交邮带打包 装载在习近平的专机上